斗罗大陆双神战完整版已经播出,相信很多粉丝都看了,完整版看下来的确要比拆分版更加过瘾,而且官方也很良心,补充了一些原著剧情,就比如唐号炸九环,剑谷斗罗社申取一副死等,也算是给原著粉一个交代。 不过这只是一部分,而接下来的重中之重,就是爵士唐门要上线了,目前也是已经公开了史莱克七怪的全部建模,说实话还是很重规重矩的,颜值方面还算不错,而他们的武魂,其实也是更受关注的。 这次小蓝就带大家看一下爵士唐门的四大神兽武魂,其中之一就是黄金圣龙,拥有这个武魂的人正是贝贝,她是柳二龙和玉小刚的后代,虽然一开始她的武魂是蓝电霸王龙,但是后期觉醒之后就成为了神兽黄金圣龙,战斗力都是直接飙升的,而且这个武魂在第一部也是出现过的,完全可以轻松越级挑战。 还有就是玄武武魂,这是由玄冥龟的武魂进化而来的,原本玄冥龟是比较普通的,但是徐三十在和江南南结合之后,武魂就进化成了玄武,并且拥有最强的防御能力。 不仅如此,后续这个武魂还可以进化,最终是变成黄金玄武的,被粉丝还原出来之后,她整个人的气场就被提升了不少,看着也是特别霸气的,只能说玄武身为四大神兽,后期登场肯定是压迫感十足的。 此外就是邪火凤凤凰了,这是马红俊的后代拥有的,也就是马小桃,是一位非常火辣的女神,颜值方面看着也是很高的,虽然不是七怪之一,但是武魂也是进化到了黑暗凤凤凰,这也是四大神兽之一,并且实力方面也是提升了不少。 还有就是唐武童的光明女神蝶,说实话这个也是神兽,一开始就被唐三安排了下来,这也是她能够成为蝶神的原因,武魂这方面实在是太对口了。 而被削弱最厉害的还是戴木白的邪谋白虎,霍宇浩虽然只是继承了灵谋,但是却可以暴打戴木白的嫡系传承者,而且优明白虎也不是霍宇浩以及唐武童的对手,基本是是全场挨打的,只能说四大神兽里面只有白虎没落了,其他神兽都是崛起的,这就非常可惜。 不过霍宇浩也算是戴木白的后裔,最后的成就还是非常高的,而如今最新预告也是公开了美女老师的形象,相信大家也是比较喜欢的,只能说爵士唐门的剧情还是很值得期待的。 对此,小伙伴们怎么看?欢迎留言讨论,谢谢。